大家好! 澳門司警今天公布再破大案 有人涉嫌利用虛擬貨幣清洗黑錢 黑錢相信來自跨境網騙集團 至今已清洗折合約4.3億元的黑錢 其中1.8億元相信已轉至境外 司警表示早前接獲可靠情報 指兩名本地男子在去年10月開始涉嫌招攬香港人來澳門以購買虛擬貨幣方式 協助將網絡詐騙犯罪所得的裝款遊客漂白 調查發現集團利用160多張銀行提款卡處理虛擬貨幣 交易折合不少於4.3億元澳門元 上先成員將不發資金轉移虛擬貨幣後 再透過位於澳門新口岸一間電訊店進行買賣交易 集團期後安排下線成員 來澳門和入住新口岸的酒店 並會以兩架專用的車輛安排接送他們 6名香港下線成員再以提款卡方式在澳門提款 並將有關的黑錢轉移到犯罪集團的境外戶口 適應相信這個集團犯案資金已經將至少1.8億澳門元的不發資金 清洗漂白後轉走了 適應調查後認為時機成熟在前入車3月30日展開行動 率先在新口岸某間電訊店拘捕兩名本地南東主 兩個人拒絕合作交代案情 施警其後再拘捕6名香港男人 那群港男承認受上線指使犯案 以及兩架汽車等證物 事件同時亦已通報給香港警方 兩地警方正進一步追查犯罪集團主腦下落 如果喜歡的頻道請訂閱 拜拜